今天还是新增了一个这个病例 那是个年轻人 那累计的确诊数是266人 我们近五日核酸检验的阳心率是在0.02 核酸检验阳心率是在0.37 已经完成筛检数是有72,636人 那居家隔离的人数是在67人 累计居家隔离人数在3,074人 平均每位确诊者的居家隔离人数有12人 好我们的这个传染链现在增加了一例 那我们昨天也开始紧急的在做疫调 那今天要公布的足迹有一个 那是在7月10号也就是昨天下午2点10分到2点40分 你在鹿港的北投中医庙 鹿港的北投中医庙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面有重复的足迹 请你做好自主管理 然后身体有任何的状况 请你快点到我们12处里面的一处 这个进行裁剪 确保自己的一个健康 好来 我们慢慢也可以跟着围解封 但是要围解封的状况之下 一定要有一些配套 所以我们COVID-19也社区主动的监测计划2.0版 最主要是因应我们三期警戒延长到7月26号 我们部分的措施适度的开始松绑 我们要强化主动监测 以早期发现社区的个案 那快速的来围堵我们这些隐形的一个感染 那这个部分就从今天7月11号起 那主动监测的范围呢 由本县各级医疗院所他们就诊的一个病患 也就是说几日起那我们的乡亲到我们的各级医疗院所 去做就医的时候 如果出现COVID-19的疑似症状 或者呼吸道症状持续有2到3天 不论有无旅游史或者接触史 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 一律进行转诊到本县12家主动监测 和筛检站来进行PCR的核酸检测 这个部分我们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说在我们基层医疗院所 如果发现有这个呼吸道症状持续2-3天的 就可以直接转诊到我们12间的这个做快筛PCR了 做PCR的一个检核 好来跟大家报告我们最新的 我们的这个疫苗的一个进展 我们总共配发给我们104360剂 我们针对13岁到84岁也确定打了39327人 另外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加速 就是让我们涉及在67到72岁的 符合资格的人有66938人 我们70到72岁的长者从昨天开始 一直打到明天为止 那67到69也从明天又开档连续两天 针对67到69岁的长辈 我们都进行在开档 所以应该在67岁的长辈应该都收到通知单 通知你在什么时候到哪个地点去做施档 那其他如果是你人在彰化 但是户籍不在这边的 那请你跟当地的这个里长来报告 来这个照册 那我们也会尽快替你来做安排 好 这个系统还蛮多人用的 我们针对67岁到74岁的我们的县民 你的疫苗施打的时间跟地点 你可以到我们这个COVID-19 彰化线的COVID-19的一个公废疫苗的 一个接种查询网 那把你的身份证字号名字输入之后 身份证字号 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被分配到哪里 去做施档好 这几天我们有240个施档站 那有857个场次 以究竟施档区分这个时段避免群聚 那请我们的长辈一直到礼拜二之前 依照我们的通知单上面指定的时间 地点前往施档 大概提早个5分钟就到 你们很早期 很早期你有时要够定一倍的人 在那会稍微抬车一下 我们不希望你等太久 也不希望造成群聚 所以还是拜托大家依照分配的时间去 好 很重要 讲了三次了 第一个你有意愿要施打的 请你要上我们的1922.gov.tw 这个全台公费疫苗预约的一个平台 你有上网去登记才有分配到疫苗 大家都知道现在疫苗是很穿的 你不去登记你要找我注射我是没办法 所以你可以找你的自己可以上网预约 或者请你信任的亲朋好友来帮你上网预约 那什么人可以上网预约 第一你只要民国60年以前出生的就是50回以上的成年人 另外的话第九类风险的比如说有一些高风险的疾病 罕见疾病重大伤病等等都可以上去预约 预约的时间第一批预约的时间只到7月12号的下午5点 只到7月12号的下午5点就是到明天才会保五点进情 没有去预约通通都没有资格分配到疫苗 拜托拜托 好这个我要再强调一次 来COVID-19的公费预约平台 50岁以上18岁以上的第九类对象 那你呢意愿登记在7月12号 我刚才说的5点进情是第一轮的结算 然后会在7月13到7月15号你会收到简讯 有简讯的才可以再进行下面的一个预约 最快会在7月16号来接种 那未来三个礼拜通通都是AZ疫苗 未来三个礼拜通通都是AZ疫苗 有意愿要施打请快点上去登记 打疫苗无人协助的话 那因为呢协助上网来登记怎么办 那第一个我们呢 乡亲如果没办法自己上网 没有人可以协助 你可以在上班时间电话 我们26乡镇的护证事务所 护证事务所 这边会有人来协助你上网登记 而且他你跟他通知之后 全部的登记他会去帮你处理 一直到通知你什么时候去施打 另外的话也要谢谢 我们呢这个钥匙工会 也在这一波一起来协助 那一样因为他有一些人在这边 林曼信这个处方签的 也有一些这个过去大家可能口罩 实名字也很习惯了 所以你也可以找我们279家的社区 钥匙来替大家做服务 这个要再次谢谢这279间的这个 药局的钥匙好一样 预防疫苗的小帮手 我们社区会帮你好 好再来我该如何施打疫苗 有的人说有一点 我到底是要去登记 还是说有里长把我通知 来我们来看一下 67岁以上的67岁 涉及在本县的我们县府 都已经主动帮你造册通知 也一指定的时间地点前往施打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你户籍不在这里 但是你住在这里有意愿施打 请你跟村里长登记来造册 那50岁以上含65、66岁的成年 请与公费疫苗预约平台上面来预约 50岁以上包含65、66的人 请你在公费疫苗预约平台来做预约 18岁到64岁符合第九类资格 那也请上我们的公费疫苗预约平台预约 那什么人呢 也就是说你容易导致 严重疾病之高风险疾病者 罕见疾病以及重大伤病者 也要尽速上去预约 今天新增加一个个案 你可以看到我们慢慢的居家隔离人数 因为做匡列裁检 他就会跑出来了 因为确诊一个个案 所以阳性率也会有一点点的上升 请看下一张 这是每日核酸的检测量 那有点掉下来是因为 北农状态那边踩完之后呢 就会回到我们常态的一个监测 请看下一张 这确诊个案数在四天加龄之后 增加一位 请看下一张 你若用发病日来看的话呢 他也是这一两天之前发病的 请看下一张 这边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有八成的个案 它是在发病之后的第六天才就医确诊 那这个天数呢是有点太长 所以刚才县长也替我们宣布了 你为了把这个发病天数到确诊的这个日期 把它天数把它缩短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主动监测的作为 所以才会说 你要是二到三天有呼吸到症状 我们就会请我们的所有的医师 把你转诊到医院去做PCR的採检 也是为了要缩短这个天数 然后早一点发现个案 请看下一张 那居家隔离发病人数维持在28% 请看下一张 那群聚个案为主 待查个案因为今天新增加一例 所以大概5% 请看下一张 我们新增加这个个案是个年轻人 他的感染源实际上目前还在疫调当中 请看下一张 可是我们是现在看起来 很怀疑是有一个跨县市 年轻人在做社交活动的时候 造成了一个传染链 等一下我们看下一张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年轻人 他是20岁的男性 那7月8号发病 7月10号採检CD值14 所以病毒量是很高 那发病到採检大概是隔两天 那他有一些职场的接触者 我们已经匡列採检了 那家里面呢 因为他是独居 虽然是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所以他是独居 但是有些家庭的接触者 虽然没有同住 我们还是匡列採检 可是他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是跨县市的 本县的也有 外县市的也有 那有一些甚至跟之前 有一些年轻人的个案的足迹 有一些重叠 这部分呢 我们正在做疫情调查 所以现在担心是有一个 跨县市的年轻人的社交活动的传染链 再进行 那这个只是我们其中一个 我们现在抓到的个案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持续在做疫调 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传染链 是不是真的存在 然后相关个案的关系 我们会把它理清楚 方便我们来做匡列跟採检 请看下一张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是一个疫情结束 这一波结束说 你要围解封之前 要做五件事 打疫苗 防疫的守折 那另外很重要 就要搭配PCR主动的监测 有症状就裁剪 那我们最近在这个 围解封里面 昨天跟前天大家谈论最多的是 餐厅内容要不要开放 那后来 这个县长这边也调整了 我们还是配合各县市的一个作为 目前是没有做开放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有担心 就是因为 除了打疫苗跟防疫守折之外 我们的主动监测 还有有症状就裁剪 还有自主健康管理这边 可能大家觉得还不放心 所以其实要强化这一部分的作为 搭配疫苗跟防疫守折 才能让这个围解封 在科学执政上有把握 然后大家心理上也觉得放心 请看下一张 那先跟各位提 因为这一波的疫苗 大概我们在礼拜二 大概65岁以上 打到六成以上应该是没问题 那个就是当初中央 播发疫苗的一个目标值 那这个疫苗打完之后 其实它会有一些 疫情的趋势的变化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老人的重症跟死亡 会因为打疫苗而减少 可是减少之后是重症 它还是会有一些症状 它会变得比较轻微 所以轻症的病人会增加 然后不是那么典型的 COVID-19的症状会跑出来 所以这时候症状会变得比较轻 然后有一些症状不是那么典型 第二个部分就是 因为现在打的主要是 65岁以上的长辈 所以还没有施打疫苗的 有一些年轻的族群 这个病毒就会往这个族群 去找它传染的可能性去出现 所以变成说 你打了这个65岁的疫情之后 第一个症状会变轻 第二个没有打疫苗的 比较年轻的族群 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些感染 所以你的防治的作为 就必须针对这两个特性 来做一些调整 请看下一张 所以我们在这个本来 新冠肺炎的社税监测里面 我们都是在12家的急诊里面 只要有呼吸道症状我们就裁剪 那你要因应 现在开始朝年轻的族群 开始朝轻症 或是症状不明显来进行的时候 我们这个监测计划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请本县所有层级的医疗院所 包括医院 诊所 那只要发现说 第一个是有COVID-19典型的症状 第二个就是它如果有一些 呼吸道症状不是那么像COVID-19 可是它持续了两三天都不会好 那我们建议也是要请 这个我们所有的医师评估之后 转诊到我们的监测站的医院 来做PCR的裁剪 所以这很重要 也请民众大家一起配合 就是说除了COVID-19的典型症状之外 如果有一些呼吸道症状 两三天都不会好 那就先裁剪 要用这个方式 把这个主动监测的敏感度拉高 才能够因应刚才讲说 打疫苗之后的两个变化 年龄层朝年轻的族群来跑 第二个症状会变得不典型 所以这个是因应这样一个 打疫苗之后的趋势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主动监测上的调整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个案 新确诊的个案也是二十几岁 所以表示说这个疫情 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会用不同的形态来表达它的传染链 请看下一张 这个是我们12家 有做PCR裁剪的医院 之前北农的监测也是在这边 现在要转诊也是到这些医院 那这些医院其实它的量能 目前也都很足够 然后每个生活圈都有 方便大家去做裁剪 请看下一张 那再回到我们疫苗的接种率 其实上这几天 这个县长一直督促我们疫苗要打得快 所以我们速度也都加快了 那昨天打7374 那从今天到明天后天 我们开始打67岁到72岁 那各位也看到 我们现在的接种率 70到74岁 昨天还是只有30几 现在已经到56.9了 所以有些资料如果再进来的话 应该是已经到六成了 那75 79到84这边都几乎是要到七成 那这个85岁以上的族群 还有陆陆续续有一些预约的个案正在打 那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是要打 70岁到72岁 还有677到69 我们大概到这一两天打之后 就一定可以到六成 一定可以到六成 所以现在65岁以上 大概有22万人已经打了10万 大概是45.6 所以这个资料看起来 我们在两天之内 达到我们的目标值六成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打完之后也代表 整个疫情的流行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朝年轻的然后轻症的表现 当然疫苗会往下一个阶段要预约制来做施打 请看下一张 这个是各乡镇的资料 各位看到 几乎是三分之二的乡镇 它整个70岁以上的族群 都打到快六七成 所以我们达到这个六成的整体的目标 应该是没有问题 再看下一张 那之前我们也有提到 有一些在网路上大家传的资料 实际上都是消耗量的报表 那我们在前天也跟中央讲 你应该是要用户籍的资料 去串接种的资料 才会真正知道每个县市的接种率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7月10号 大概是前天的接种量 反映在昨天的中央的报表 我们在75岁这边已经达到63.87 比我算的还要高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在外线市的医疗院所接种 然后户籍在彰化的 因为我们只有彰化线医院的资料 我们没有 所以那个再加进来 会再多几个百分点 所以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达到六成以上了 那65到74岁 这个是没有把昨天的资料算进去 所以是26.8 那今天的资料算进去的话 应该是35到40%的百分比 所以这个数字呢 就是很正确 那有各县市的资料 其实每个县市大家都很努力来施打 你可以看到 75岁以上都达标的 都六成了 那现在大家在打65到74岁 现在大概打全国平均是打一半 我想这几天之内 我们整个65岁以上的族群 全国各县市大家都会达标 我们开始要准备下一阶段的 疫苗的施打 还有下阶段疫情的变化 请看下一张 所以接下来明天后天 就是打67岁到72岁 请大家接到通知单 就按照时间来施打 请看下一张 好 再次呼吁 75岁以上就那时候可能因为AZ的疫苗事件 所以你没有去施打 现在赶快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去登记 赶快把你可以没有打的这些长辈 尤其是85岁以上 我们可以再补打 请看下一张 好 你也可以去查询 这个网页大家都说使用起来很方便 所以使用人数非常多的 打身份证号码就可以知道你接种的日期跟时间 请看下一张 好 这是我们的很多的接种站 有医院 有诊所 有卫生所 还有我们特别设的快打站 也请他按照通知单上面所写的去施打 请看下一张 好 那这个疫苗接下来就是 50岁要60岁要有预约才有疫苗 所以请大家记得 赶快去做医院的登记 请看下一张 好 那现在哪些人要 就是50岁以上 刚才县长也很贴心 把每个年龄层 你要用什么方式施打 也特别提醒大家 那50岁以上 还有就是50岁以下 如果你是有慢性病的 罕病跟重大伤病的 那这个慢性病我举个例子 糖尿病高血压都是 所以你都可以安排 赶快拨时间去这个公非疫苗网站 去做医院的登记 请看下一张 好 所以7月8号到7月12号 这个是做医院的登记 快截止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接种的 这些医疗院所资料上传 你就可以自己选 选好之后7月16到7月22 这几天会把它安排 让大家去依照你所选择的 时间跟地点去施打 请看下一张 那很谢谢我们的 所有的社区药局 将近有279家 他们今天现场 特别去看现场 他们怎么做医院登记 所以也很谢谢他们 替大家尤其一些 慢性病的病患来做服务 请看下一张 所以慢性病患拿药的时候 你就让药师帮你协助 做预约疫苗的登记 他不是只有帮你做医院登记 接下来如果要预约接种 药局也有这个服务 能够帮你做预约的接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